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YES國際刷局 今天的刷局是刷英女王局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在這裡悼念英女王 包括我看到的《香港01》 都長篇累讀很多有關英女王的故事 以前怎樣 也有很多內地的網友覺得香港人很暖靜 這一點我自己有所保留 是不是戀直呢? 說真的 每一個人對童年回憶 當然是很深刻的 在我的年代 1968年出生 其實英女王已經在位 她在位這70年裡 其實對於香港的影響大不大? 當然很大 她是一個Label 當初是一個Label 我們看到油箱 九七年的貨幣 九七年之後還有在這裡 包括硬幣 有很多英女王的照片 就是頭像在這裡 還有很多紀念的物品 接著的時候 在警署 在任何政府辦公的地方 都有仕頭婆的頭像 你說她對香港人 是不是一個過去的回憶? 而且她有看過 張國榮 張學友的演唱會 這是我家 張國榮和張學友 是的 那時候 其實 我們看到 整個視頭播 在九七年前 她下區去逛街市 又去探家村的家庭 其實真的很親民 我們也看到普京說一句 她理所當然地受人愛重 我們習近平主席 亦都是對英女王的離世 致哀悼和慰問的 查理斯王子 現在不是查理斯王子 她已經做了皇帝 是的 他已經成為國王 又不同了 我們看到查理斯三世 其實現在登上了帝維拉 一個70歲的老人家 有人說 她是期盼了英女王去世很久 我不知道 但英女王的離世是代表時代的終結 我覺得不跟大家說 似乎有 似乎有 包括她在離世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做了一條直播 講一講英女王的過去歷史 今天當然是找我們 YES姐姐 跟大家聊聊天 我其實很想跟SKY說 不知道SKY有沒有這麼深的感受 我們這些 我也明白 我們60後的 都是那個年代 跟你那個年代的人 是 自然 剛剛又叫做香港 開始進入好境 不是40年代 是50年代這麼差 還有 後來 英國政府看到香港 始終是一個 好好賺錢 幫它賺錢的地方 所以它沒有辦法之餘 一定要把這個香港 連名字都漂亮 叫做東方明珠 都是他們建的 因為它 當我們是一件貨品去推銷的 因為它 將它 連他們的法律 整套的制度都拿來香港 是很完善的 所以在現在來說 我們的 國內 我們的中央 是很倚重香港 作為一個金融的中心 作為一套 有完善的法則的一個地方 所以 仍然是一個 對全世界都 吸引 全世界投資者的一個地方 本來 你也知道 當年 戴卓爾 英國 第一個女首相 去到北京 其實是 希望 保留香港的管治權 主權歸你 管治權 給我英國管治權 其實都是運錢的 這個意思 所以 它是下了很多功夫 幫香港做好所有 連以前的房屋 那些舊樓 那些東西 它幫你轉到一個個 有公屋 各樣政府的系統 還有 是為了 提升香港的國際聲援 連 當年 警察 香港那些鬼也好 人也好 印度人也好 都是貪污的 它就做了一個ICAC出來 都是完全希望拆了香港的形象 繼續走下去 賺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當時 香港在我們 我們大家 在60年代出生的時候 就是將香港佔入街景 接著70年 更加 國內又開放了 大家的生活狀況就完全改觀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一個概念上 或者一個錯覺上 就覺得 哇 英國真的做得很好 看香港 但是它就剛剛 在一個時空界限 撞正中國 開始開發它們 就是開放自己的經濟出去 直接說 哇 洋雜柱 就變得很繁盛 變得是嗎 還有當年 你不要忘記 70年代 80年代 亞洲有一個國家 也都是騰飛得很厲害 就是日本 是不是 還未撞上廣場協議之前 日本 你去到歐洲 當年 那些法國 巴黎 那些名牌 那些銷售員 全部都要認識日文 對不對 所以你就展示到 當時哪幾個地方的國力是最好的 所以呢 就有 給人一個錯覺 就說 哇 當年 我們住屋 又有水喉 又有水 又不會祭水 其實 不祭水的原因都是 多謝周恩來總理 當年知道 1962年的時候 香港是 漢術漢 所以 他知道 他不想 撫香港的同胞 他馬上派了很多人 幾萬個 國內同胞 去把東江那裡的水 是很大的工程改造 都要作出來 但是 當時中國政府是沒有錢的 他都寧願 將它是應該用那些錢去 在工業那裡去提升的時候 都暫停下來 是為香港 紅包 不要 沒有水喝 因為我們是靠水塘 英國政府當年是只是見水塘 如果香港 好像現在 今年的夏天 歐洲不下雨 你香港是沒有水的 所以 當時英國政府都很麻煩 沒有水 所以周恩來總理是為了香港的人 叫派出很多萬個國內同胞去撞東江水 現在你是源源不絕有水飲 是周恩來總領 是英國殖民港市 這裏的政府 是給我們的 所以 要搞清楚這個概念 概念 就不要去昨天 又說送月餅 又拜 又 我真的有時都想想 到時到後 你們的黃色人 你爸爸媽媽走了 你會不會這麼神心去拜 我想 八三一那些傻傻傻 沒事的都去拜 這個簡直是開心 現在的黃人 還有在英國的黃絲 喂 現在真的有一件實物給你拜 所以他們開心得不得可了 現在他們的心情就沉重 其實是因為他有寄託 但是我們在這裏長大 認識中國中央是怎樣看待 特別看待 還有他怎樣去照顧我們香港的人的時候 我們不值得為他 你現在覺得只是一個老人家 與世長詞 好 他唯一可取的就是 他不是一個喜歡打仗君主 因為他叫做之前 他的祖父 不是 他的祖父 他的八祖父 都是在打仗的 在英國 帶他去歐洲打仗的 是唯一是他不打仗 所以他就是一個 叫做值得尊敬的老人家 謝謝 是吧 這個是 很值得尊敬的 而且他真的做到虛偽君主制的原則 就是不乾淨 完全不理會 政治上是怎樣做 即是交給歷界的英國首相 去解決國際的事 和內部的事 他可以畫一個旅遊大使 或者親善大使 而且更加有拍過電影 007 護送英女王 到倫敦奧運 和白寧頓 那隻熊仔去探查 是吧 這些時候其實都是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對我來說 我們過去的一個童年回憶 對我來說 因為我在中學畢業之前 我在香港出生 一路經歷就是在英國殖民管治的時代 我們以前是叫殖民地時代 其實應該正確來說是殖民管治的時代 那個年代裏面 其實一抬頭去到哪裏 都是看到英女王的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皇冠 那時候是油桶 油桶 你政府的辦公機構 和一些政府的建築物裡 一定會看到他 一直以來 用的錢都會看到他 就是生命裡面 每一個都是 他的影子 就好像內地的同胞 他們在前面上高 一定會看到毛主席 基本上 除了比較細臉額 對吧 但是 所以 這時候 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回憶 這個回憶 不是戀直 而是對童年的回憶 對小時候的回憶 對我來說 可能有些朋友 現在三四十歲 他們出生的時候 其實英女王已經不在了 我八六年 我六八年出生 總之一直到 九五年、九六年、九七年 九七年之前 出生的人 其實對英女王 都有一定的感情在 包括在警隊 當年 除下皇冠的廢號 帶上我們特區的廢號 那時候 其實有很多政府官員 包括警隊裡面 消防員也好 紀錄部隊也好 全部都是對 英國的殖民管治政府 是有很特別的感覺 那個的變遷 會不會有所不捨呢 是會有的 這是很正常的事 我們是經歷著一個 大時代的變遷 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感覺 這幾天在沉澱 也看到很多的 報道和新聞 我自己覺得 對於我一個 在香港出生的 中國人來說 我是感受很深的 因為當初 我們曾經圍繞住架 黑白電視機 七幾年的時候 都是黑白電視機 看著你到處走的 包括 寬落今宵 那時候 有報道 當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有哪位公主 來到香港 安妮公主 來到香港訪問 也是非常大的 大陣仗 我們國家 那時候 剛好 慢慢建立起 由政治 政治 文革之後 一路一路 開始建設國家 未真正開始 其實那時候 打算開始 我們鄧小平 先生 當初的時候 就 三上三落 大家知道 其實他再上台 去擔任 一個 沒有太重要的職位 也說很重要的 就是軍委主席 我們也知道 沒有了鄧小平 特區不會有 香港的情況不會有 還有 當初 本來 在六七暴動的時候 本來 說要收回香港 有些傳聞 說解放軍會下來 但後來 被停止了 就說 不下來香港 繼續讓英國 治理 現在還未是時候 我們現在看回頭 那個 決定是正確的 剛才 YES姐姐說 其實英國 留給香港 真的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它的普通法 令到西方很多國家 對香港的法治是有信心的 香港和澳門的一個 很重要的比較 就是法制上的操作方式 還有的時候 我們看到 當初的公務員 早期的時候 當廉政公署成立了一刻 我們看到 香港的 反貪污 是非常盛行的 而且公務員 高薪養年 也是當時英國所提出 而是真的令到很多公務員 是很守規矩的 但是多一個制度 久了 很容易找到漏洞 而沒有改變 香港其實背靠祖國 周恩來的 要求 用東江水的方式 令到香港從此之後 不會再因為水資源的不夠 而生活過得很好 這點是要記住的 還有 還有 現在香港物價相對平穩 也是國家對香港的政策 為及香港所有的市民 所以香港市民是要了解的 我們對過去一段時間的環面 尤其是 他的離世是早了毛澤東一日 在內地來說 可能覺得他也是9月9日 其實他在英國來說 9月8日 應該9月8日 那一日都是他的悼念日 對於英國來說 其實早了毛澤東一日 毛澤東主席的離世 其實 都是在內地很多人的回憶中 很珍貴的紀念日子 為甚麼 因為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生活 對香港人 可能會比較模糊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英國殖民管治之下 我們對於中國人不了解 以及故意去將 當時的中國歷史 淡化了 不會講現代史 是不是 反而講英國歷史又沒有 即是我們變成 我節目裏面所說 我們是一隻沒有腳的雀仔 那個情況是很特別的 那英女王的離世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故事 在王室出現 但是都是茶餘飯後 包括 戴安娜王妃 是不是 茶美絲王子 是不是 現在還有梅根 即是很多歌詩 是令到我們會思考的 我在這裡會跟大家講一講 我非常尊敬英女王 因為他陪伴我們 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現在54歲 54年裏面 我出生 已經是見到英女王 出生後 600年出生 到現在 英女王是 上半在我們這一代人 我們這一代年紀人的身邊 是不停的 由他五幾年 開始繼位到現在 他始終都是英國的一個元首 一個Label 那個Label 其實對很多英國人來說 就已經是一個習慣 他受的支持度 接受英國民眾的支持度 或者是英聯邦國家的支持度 其實是超高的 對於一個皇室成員來說 是很難得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上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皇室管治 例如西班牙 荷蘭 比利時 盧森堡 挪威 瑞典 丹麥 梵蒂岡 摩洛哥 他們都有 摩洛哥的皇妃更加出名 曾經是荷里活的女影星 是嗎 是 是 這個 我們也是一個回憶 我們那時候很喜歡她的優雅 而英女王 的確是有她們當代人的優雅 到這一刻 你都不可以否認 日本 有皇室 櫻花 櫻花王國 泰國也只是皇室 之前的 泰國 國王 亦都很受尊重 現在當然是 有少少感覺到 不太適合 泰國皇室的感覺 還有 我們都看到 在中東 科威特 沙特 阿拉伯 約旦 曼 巴林 都有皇族 這個世界上都有不同的政制 而當你有一個皇帝或皇后 皇室中人 其實讓大家感覺到 這個是舊時代 但是 亦都是代表 我們尊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國家 是不是真的要所謂的民主政制 或者是社會特色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或者任何政制 其實我們都是予以尊重 馬來西亞都有皇室 軍主體制 但是他們是換來換去的 其實是一個部落的首領 很多不同的 就算是柬埔寨也有皇室 我們就看到 整個過程 歷史的進程裏 軍主制也好 獨裁政制也好 共產主義也好 選舉制度也好 任何的制度 都會有好的國家 不好的國家 很難一概而論 只是在文情上高 大家對這件事 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覺得 有人當然會亂直 尤其是皇人 但是對於這位老人家的離世 對於這位老人家的離世 說真的 我是從頭到尾沒有惡感的 安倍晉三另計 安倍晉三 就是他那種是 想服辟軍國主義 和對中國的誣衊 和死不肯認錯 無論他用什麼 站在任何角度來講 日本是曾經侵懷 以及殺害了很多中國人 英國 雖然用一些奸計 但是這位老太太 你不可以跟他 將約翰遜 同時比較 比較不了 是不是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老人家 而這位老人家 是以和平為己任 小時候 當你晚上睡 好夜才睡 你都會聽到十二點鐘 我曾經聽過幾次 就是有天有女王 那些 各國播出來 很早期 黑白電視的時期 大家都曾經 或者聽過 英國鬆餅 亦都是 他的特別 歌雞犬 這些時候 都是充滿他的回憶 還有英式的下午茶 我相信 有不少朋友 都在半島那裡 喝過英國下午茶 是不是 那種感覺 是不是 說到下午茶 是的 你說了 我知道 我有 我的長輩 還有 我有年長的姐姐 那時候 我只記得 我記憶當中 他們常常都唱 過過過 拿著過兜 那些湯 剛剛夠的 是不是 我就是 屬於早睡早起 那種人 一定熬不到他們 收台的 但是 如果 我偶然 會去了 英國倫敦 當然 開台 經常都聽到這些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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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 是 還有 你說到下午茶 我認識下午茶 當然是我自愛 當年 當年 是二、三十年前 剛剛 九七回歸之後 我有些興趣去看 認識一下這個 從前所謂的 被他管治過的地方 還有當年 那時候 九幾年 戴安娜王妃 這個名字 非常之盛行 還有人物 真是有些地位 好了 最出名的 The Ritz 不是Ritz Carlton Ritz Carlton 是美國的 酒店 是美國的牌子 這個酒店 The Ritz 在Nice Bridge 你知不知道 多難去訂這個 喝下午茶 你現在說半島 都叫做排下隊 英國那種排隊是 麻煩兩、三個禮拜前訂位 還要是 過半小時 時段 你喝 就過半小時而已 那你就在那裡享受一下 好像覺得感覺 自己好像打安娜 在那裡喝下午茶 似乎 當時我去的 接近九七、九八年代 那時候 最多人去 慕名的 就是日本人 一坐下去 到處 左下右下 望下 日本人 和中東人 就是最多 因為那裡 英國當時倫敦 都是一個很大的都會 坐下去 是 to see and be seen to see and be seen 是不是 被人看到 或者你去看人 是不是 就是被人認識 打卡 就是叫打卡 當時繼續 英式茶 真的貴得很可憐 那些下午茶 尤其是有名堂那些 哎 貴到 就是半島叫貴 就是倫敦那些 當時的密加密 還要是九幾年 當時多少錢 一磅兌港銀 十三、四 甚至最高是十五 那個三、四十磅的 一個喝茶 你說是多貴 當年半島 我想不去到 二百多、三百元而已 所以是雙倍 所以是很好玩 下午茶 那些茶葉是哪裡來的 就是印度 三號茶 那你就是想想想 那些茶葉不是很值得的 三號茶 你只是去好奇去看 就無緣無故 就花了給他們掠水 還有英國 就是一樣厲害 就是那個形象做得厲害 我們經常掉下去 形象製造的陷阱 是不是 哇 2007的時候 哇 又可以打 又可以講 又可以 認識女性 又可以 手到拿來 又可以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給人一個形象 其實 小時候還有一個叫 俠聲譚西文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俠聲譚西文 他曾經是做過007的 但在香港 當時是 麗的呼聲 我看姐姐們看電視 哇 俠聲譚西文 但我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來的 就知道 不要再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這個我只能預計 不是我 我是很小的 一個小女孩 我回答不了 是 那就是講到 因為我很多老人家 在家裡 又有姐姐也不少 那她就說 俠聲譚西文 哇 哇 風流踢躺 這麼好 是不是 當年你看到 中國 就是香港人 亞洲臉孔 沒有什麼特別 哇 這些風流踢躺 西裝不停 你覺得她自然 哇 很入迷的 真的很入迷 我看到我姐姐們 還存了一些照片 買相片 那時候 買黑白照 在色相片 去存的 好像近時 有一年代 有存 那些什麼 打機 那些卡 就是這樣 所以 還要唱片 當年60年代的 Beatle 哇 簡直是 英國的名堂 真的很厲害 那時候的魅力 是沒法黨 可能就是 導致有些人 就會覺得 哇 英國是一個 很先進的國家 和香港比較 香港就是 一個很落後 更看看國內 哇 那時候 六幾年還在文革 當然看見都害怕 是吧 但是 現在進步有多快 是 你自己有眼看 沒錯 如果我給我 我給我形容一下 現在就算我在倫敦 某個區 都不算差的 Postal區是SW 即South West區 靚區 叫做 你走過去的那些屋 每間都有百多年歷史的 你走過不過 要跌舊樓來取消 跌舊 都百多年那麼久 唉 即是沒有 即是你看看 很靚 平房 又有草地 很美麗 但是你如果每天都看著 你會精神分裂 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有時都會去地道住 一頭半個月這樣玩 我簡直對德國是完全 嘩 因為他們是很規劃的一個地方 很悶 那德國人就是 work according to the law to the rules 那些大廈是那麼高那麼大 那大廈的形式也是這樣的 每間屋都是這樣的 我多害怕 我如果不是住在那裡 走錯進去別人的屋子 還有你每天一看出去 都是這樣的屋子 整個人是精神分裂的 所以其實 香港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 過英國 那些舊的磚屋 花草 又加一條河 那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到 你多住三十年 叫你 你悶都想死都像 被我們香港人慣了 到處要去旅行 到處要找生意 我想你們都頂不住 嗯 沒錯 其實對我英國來說 或者對香港來說 我最記得當年就是華洋雜柱 你說007 我最喜歡的那個 可能大家都猜到的 就是新康納帝 其他羅渣摩 哇 那 沒錯 羅渣摩就是合姓譚西敏 是 我不知道 合姓譚西敏 OK 還有 我只記得這個名字 羅渣人 新康幾任 我覺得 沒有新康納利 令到我這麼深的感受 尤其是年幾月大 有魅力 這個真的 我覺得很棒 對於當年的事 我們真的有很長遠的回憶 他的回憶 其實只是回憶 但是 令到我覺得 英女王有一個很大的污點在哪裡呢 那個污點 就是英女王那一次 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習近平主席 和習太太彭麗媛 就去訪問英國的時候 是啊 是的 竟然 英女王知道 他的公務大臣 皮爾引致倫敦警察廳的女警官 多爾西 負責我們習近平主席訪問英國期間的 警方指揮官後 即是他馬上脫落而出 哇 這樣真的太過悲傷了 那時候 是啊 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沒禮貌的 你是用一個西方的觀感 去看回我們國家的不同的文化 多爾西 皮爾 當初的公務大臣 公廷的公公 公廷事務的大臣 也說 多爾西被中國人弄得很慘 喂 大哥 我來到 你這麼多繁文玉節 你究竟要怎樣 去瞭解你的繁文玉節 例如我們香港的官員 去見習大大的時候 其實有多的行徑 其實都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內部規範 為什麼 因為文化有不同 接觸有不同 其實這些應該相對來說 比較寬容處理 我自己覺得 是因為大家的觀感 和對事情的看法不同 你不可以完全用完自己的標準 去看其他人 這一點我覺得 英女王 這一點是做得不太正確 因為說真的 你說 如果英女王 當初覺得 習近平主席 可能有些事情 不符合英國的禮儀 那你就要想一想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會有些寬容處理 而且在1997年 查理斯王子 當他出席香港回歸大典的時候 回體也揭露他 他在日記上寫著中國領導人 是所謂的恐怖的古老立像 其實當時 大家都在一個很緊張的情懷之下 一定要嚴肅去做 還有 我們知道回歸的時候 老英是故意玩東西的 查理斯王子 是故意趕場了幾十秒 然後讓我們有 二十三還是六秒 是 真空的十二秒 當時 真空是六秒 他廣場了二十三秒 是不是大維新 好像是 要談回歸史詞 我們覺得 對於當初的 很多的文化 你可以看到一群西方的白人 不會當你是真正的子民 香港人 你這個回憶 是美好的 對我來說 是美好的 但是我們要認清事實一點 不是白人會對你很友善 他只不過覺得 你是被統治者 我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 只是這樣 就是這一代 因為我們身於殖民時代 很深刻的感受 亦都不需要 故意去說 他有多不好 他有多不好 但我們認清這一點 那個年代 對我來說 是一個童年 少年 和成年的回憶 只是這麼簡單 97年 我就出來工作了 在工作上 那時候 也見證了香港的回歸 當初感受 不是太深 現在感受 越來越深 因為我們現在真是 一個人民的政府 我講我們國家 中央政府是一個人民的政府 是真真正正去為人民著想的 這一點我們看得很清楚 我們很希望 在我們緊接下來的新一代 可以了解到 我們中央政府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人民究竟付出了什麼 怎樣令到人民生活得更加好 我們這一代 說真的 過去就是過去的了 是的 很多人 譬如劉嘉玲 郭文輝 都會去表示 作出一個哀悼 那哀悼 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我自己覺得 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 就是我們這一代的回憶 甚至 請說 不好意思 我要打斷一點點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昨晚 我看到有一個 在直播節目當中 有一個網友寫過 提起我認識的資料 就說 當年 回歸那段日子 因為知道英國快 讓我說一說 對不起 阻礙你五分鐘 當年 他回歸那段日子 英國在 臨回歸97年 96年的12月 先說儀式 叫中國 先叫一個人 禮賓處 快點來 跟我們說儀式 怎樣去交接 喂 你不是那麽短時間 其一 第二件事 就是說 為什麼查理斯 這個皇帝 我看不到他 他很陰濕 就是說 因為那個編排 已經是那麽趕 只有六個多月的時間 去談成了怎樣交接 應該要你做 你是一個這麽優秀的男子 是不是 英國人 你應該是可以 在那段時間 應該做完成他的工作 為什麼他要求多了23秒 當他那23秒 是打亂了打後的部署來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 什麼叫真空六秒 多空險的事 你知道嗎 知道 原來呢 我知道 你聽說 你知道嗎 是的 那個真空六秒 就是說 英國國旗下降之餘 那麼 你那六秒呢 突然間 那個鏡頭 我們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突然間 好像靜了 大家你眼看我眼 我眼看你了 之後 中國過了六秒之後才升旗 其實是 那六秒 是很危險的 是一個真是 沒有 香港是沒有網管的地方 來的 英國政府下了旗 不是他 這個地方 但又沒有人 claim 主權 如果有對人 真是來 殺人 殺政要 因為當時多少政要來了 如果有一些差池 買哪個帳 入哪個帳 其一 是不是 不是 然後呢 其實英國 背後 為什麼要玩那23秒 是讓你 中國 就是說 你中國說明 我要零時零分收 我就是多了你23秒之後 看看你追不追到 在零時零分 為什麼呢 因為奏中國各國 是要58秒 那時候開始吹奏的 因為你升國旗要2秒 是不是 你升了國旗 才當成是收了香港 所以他58秒 所以他做多 他把那些時間延後了 我們一定要58秒 開始要吹奏國歌的 因為 原來那個 當時那個禮賓師 就是中國那個禮賓師 就說 你 開始奏國歌 你都要大家 提起手的指揮 接著吸一口氣 那2秒很重要的 所以 英國佬玩的 從此我認識了這個真相之後 我對英國人 真是爭到 入骨 那些傻的旺人 不知道這個真相 麻煩他去找這些資料看看 嗯 所以的時候 我們希望下一代 真的有個正確的觀念 去了解現在國家 究竟為我們做了什麼 以作中國人為榮 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時代 我不夠膽說 但是 我們努力做好自己 是啊 比西方人見到 比全球見到 我們中國人 是非常之有智慧 以及非常之為民著想 我們 沒有階級觀念 我們 全部人 都是一體的 反而 我們 以人民為眾 就好像七七分章那樣 每一位人民 才是真正的英雄 這一點 是我們所期望的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裏 不要令到YES姐姐這麼累 好嗎 多謝YES姐姐最後的提點 就是 那時候 只是靜脈的12秒 或是靜脈的6秒 那段時間 是令到我們覺得 英國人 它不是陰脈 它是陰濕 就是這樣 多錯 不要再記得 合成談西文 是啊 沒錯 寫得有多英雄 是寫出來的 是 它真的去打倒才行 是 沒錯 這一個是很有趣的 真正的疊疊 都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很清楚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裏 傻的 讓你知道我是疊 四、九次都沒看到 節目的最後都是那句 請大家重新再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還有最好看完廣告 可以多看一次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